大半夜 晨曦女子在车站内 拿走寄放在置物柜的物品 没想到这时被嫌犯盯上 一路尾随进到厕所内 殴打被害女子 甚至抢夺包包内的 9000元现金随后逃逸 当时他甚至大胆的假冒警察 才让被害女子失去解心 像被害人表示说 我是警察 你赶快开门 拆不到10天时间 这名嫌犯又缺钱 把歪脑筋动到了台铁身上 监视器清楚拍了下来 凌晨2点多 他在桃园车站眼看私下无人 把身子挺得直挺挺 整个人硬是钻进 小小的补票窗口 窃取台铁票款 短短不到一下时间 再度从窗口钻了出来 得手4650元 窗口不大 没有人会想到说 会从窗口那边爬进去 又有 嫌犯又有携带刀蟹 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个行为 不仅大胆假冒警察 选在凌晨时间犯案 户籍在中立的他 千颗记录累累 一缺钱就司机而动 寻找下手飞扬 不过这回被逮 还有抢夺商人 最佳一等 记得周天节目 日文台北报道